那麼在今年首踢的 一年期的EUE 入伍訓練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 北中南都已經是展開了 3月15號 陸軍步兵206旅 實施的快速反應 鑑定射擊 要加強城鎮作戰 302旅203旅 也是加強 溢南的基礎戰績 同時空軍4月份會展開 年度的對空對海射擊訓練 射擊的範圍 除了在嘉義北港西海岸等地 射擊的危險區域 抵近台海中線 請教亮哥 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這個也是持續 請藝男們做好準備 我們的藝男最近已經知道 我們講的是EUE一年的 去那邊才知道 要接受某些訓練 比如說要到沙灘上打靶 賴清德一開始跟他講說 你們大概是防衛 這個關鍵措施 不會叫你到前線 那你要守護中油台電 台積電 有必要在沙灘上學打靶嗎 那顯然就是你要當海岸守備旅 越來越明顯 還有最近我們賴士堡文山區的立委 他就跟我講說那個文山軍區啊 他們已經盼著那個軍營做調整盼很久了 那本來以為那個土地 國防部可以跟台北市交換土地啊 那交換回來就可以部分做公園啊 部分做置紅池啊 那部分還可以做商業用地啊 結果最近衛序師拿走了 說那邊要開發第六個憲兵營 然後兵力從來以來 又是義務役的一年役 什麼叫衛序師大家都知道嘛 第一線 因為小弟是海軍陸戰隊啊 第一線就是海軍陸戰隊啊 就是海岸守備啊 那第二線就是憲兵啊 就是衛序師啊 所以你看我們義務役那些新的兵在幹嘛 你不是第一線的海岸守備 要保衛總統府 衛序師啊 然後衛序師 衛序的憲兵營本來整個總兵力只有五千六百人 他現在一下要擴編到一萬零六百人 要幹嘛 就是 就是坦白講就是 但是很多都已經進入了實戰的備戰狀態 所以我是覺得很多東西啊 我們可能都提前半年講了啦 然後他就說你這是中共同路人啊 在地協力者 製造民心恐慌啦 結果現在一個一個都變成真的 就是這樣啊 誰要你料事如神裝傻不是很好 亮哥我跟你講 我這個都是新聞直接寫出來 為什麼在海灘射擊你知道嗎 不要騙人了 我跟你講喔 最後一個原因 就沒有靶場 沒有靶場 更直接了解 真的我們沒有靶場 不是 我講真的嗎 翊將軍比我還過分 為什麼我感同身受 因為喔 台灣還沒有一個靶場我沒去過的 翊將軍 你們喔 你們這些軍隊很壞 這麼嚴重 射靶場都叫我們兵工去弄的啊 對啊 你們兵工去弄 搬輪胎來對不對 對 輪胎放在那邊當備在面 哎呀 靶場我太熟了 台灣有幾個靶場我很清楚 靶場早就都廢掉了 都沒有了 他這個兩棟六旅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跑到海灘 他住地在哪裡 在楊梅高山頂 然後那邊的靶場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就必須 虎口 只有虎口那邊有靶場 虎口那邊在進訊 他沒有靶場用 他就跑到海邊去 然後說什麼 灘岸戰鬥射擊 其實你騙別人可以啊 騙我的話我還 所以你就是沒有靶場 你在那邊打的叫什麼 就歸零射擊嘛 你連歸零靶場的都沒有 現在我真的是有時候 所以這個訓練 然後你弄的那個什麼 在城鎮什麼快速反應射擊 拜那些秀 你騙誰啊 我跟你講你敢啊 其實不能怪軍隊 因為我們兵工 其實他們佈置靶場 我們很清楚 我們最擔心什麼 被責怪一下 有沒有 因為你不可能每一發 都打在靶場裡面嘛 對 跳彈 對啊 跳彈的機率太高啦 你以為每個阿兵哥 都身相守 不是啦 對啊 所以經常會有一些意外事件 他們軍官很可憐 就要去賠不是啊 去道歉啊 就要出來說明啊 搞個老半天啊 那又有很多民意代表 當地人為了表現有沒有 就很英勇的樣子 跟你胡吵胡鬧 搞得軍人一個頭有個大 到底誰在保衛國家 搞不清楚啊 然後我們就接到電話 把那個靶場搬到什麼地方去 怎麼越搬越 越不適合做靶場地點 不過他講對 搬到沙灘上 就沒有民意代表來抗議 對啊 我講的是真的喔 你不信的話 對不對 你不要在那邊叫記者來拍了 好像一副歌 那種東西 你剛剛看那種東西 我跟你講也是擺拍騙人的 為什麼 那兵力趕叫他 說開完槍以後 再換到下一站 再開槍去 要不要關保險 要不要把彈牙拿下來 沒錯 對不對 不然他不小心就走火了 那旁邊的都是人 所以這個拍給外行的看可以 這個專家一看一眼是破 就當電影看嘛 就當電影看嘛 就等於說好像很神勇在那邊拍電影 就找一些比較這個 比較成熟的 自願役的士兵 對不對 大家比較安心的 然後個性比較穩重 那個兵上靶場 靶台我跟你講 新兵手在發抖 拿著槍在那邊抖 這個我想說 大概都 你看那個兵上靶場 你就知道 拿槍拿得很穩的 大概都是老兵 對 他可以拿得很穩的 如果說新兵 你就要丟手就在 拿個槍他都在發抖 尤其是 射擊完之後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清槍 每次換一個陣地 你就要清槍 這個再把裡面那顆子彈 退出來 你如果不懂這些機器的原因 你這個兵緊張 你就要跑到下一個點 他保險忘了關 他棒一槍出去 旁邊那麼多人 他緊張旁邊 他有亂拉 到時候都送回來修理 他緊張旁邊更緊張 看到呢 立法院長韓國瑜昨天主持了院會 那麼在昨天 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狀況發生了 首位質詢的民進黨立委陳廷 改為書面質詢 那麼在韓國瑜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異序的唱名 國不停 那麼導致 國民黨立委 還有這個 綠委們 沒趕上現在 引發了抗議 那麼國民黨現在就說了 你要怪去怪陳廷菲 陳廷菲今天還原了這個經過 並且表示說 韓國瑜是沒有擔當的立法院長 居然把責任推給議事人員 要求要調議場的監視器 找出阻擋我質詢的關鍵人物 他說呢 他在上午的時候 在議場準備質詢 議事員來到他的位置 通知他說 因為韓院長要接待外賓 現在不能質詢 所以才會改為一個書面的質詢 那麼也馬上請副主任跟報告處 來確認 同時現在要求要找出 阻擋他的關鍵人物 那麼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好 要來這個韓國瑜辦公室 就來打臉陳廷菲了 院長表定整天都在立法院 議事主持也是全程轉播 院長白天 並沒有議事以外的安排 依照立法院的規定 按照登記的次序 輪到質詢的立委 如果不在場 就已放棄質詢論 王委委員說了 沒想到造成騷動的元凶陳廷菲 居然二人先告狀 那麼說謊不打草稿 去看看當天 總質詢的影片就知道 昨天上午呢 她是最後一位質詢者 下一位顯示是邱以營 根本不是陳廷菲 那陳廷菲你憑什麼說 韓國瑜你不能質詢呢 讓你不質詢 那同時也可以看到 針對這個部分 在國民黨當主席 很多人就說了 立委不是演藝人員 要整點到場 是必須隨時準備上場 韓院長是依循的議事規則 難道希望大家都在這邊等嗎 民營黨團的總統科建民 今天說外韓人講外韓話 他說呢 進到立院到現在30年 沒有從來沒有 立院到期才能質詢 都是在辦公室準備 議事人員沒有積極的作為 他說韓國瑜是疏於管理 還點出了過去立法院長王金平任內 都沒有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蔡委員 其實開闢這個戰場 對韓國瑜沒有什麼意義 對各黨派的立委也沒什麼意義 這個韓國瑜的辦公室講的是 立法院的規定 一試登據 我跟他解釋 立法院有很多的規定 是習慣延長出來的 在委員會的質詢 沒有所謂的質詢權的維護 就是練過去你不在的話 就是視同放棘 真的照這個規定來做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